第一次辦 第一次辦就會發現 哇 好多事情要做 第一次辦 我會被他小意思吧 第一次辦 王家良三度寫誓詞 還是有洋蔥 脫口第一次辦婚禮 徐文恩當場笑噴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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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啊 第一次啊 哇 好... 有上面公司要簽我了嗎 徐文恩王家良9號出席代言活動 先給大家閃一波啦 夫妻倆去年選在11月11號等計結婚 婚宴則選在今年同一天 也就是徐文恩41歲生日不斑 他們透露婚禮籌備了半年 沒有安排迎娶儀式 洗開25桌 走的是溫馨精緻路線 至於王家良的第三次誓詞 準備當下還是很感動呢 我們在馬爾地府有講過一次 然後我第一次跟他求婚也講過一次 所以我一開始想說 哇 怎麼辦 要同一個話要講三次 會不會講到都沒感情 一開始我覺得很難講 因為我是打在手機的那個記事本裡面 發現好像不難想 而且反而會寫得太多 會喔 沒有 我還要自己考量說 我自己在講的時候有沒有感動 因為別人才會有感動 我相信第三版本應該是可以感動 因為 因為 基本上不太一樣 因為我其實第二次在馬爾地府跟他講的時候 我說 其實在馬爾地府 我們也知道 要拍 因為現在就把他講出來吧 因為我要拍 拍攝當天 我們在房間裡面 他在準備 我就拿手機想說 默默的一個人家開始打 我完全沒有頭緒 沒感覺 算了算了到時候再說 等到我們真的已經在拍的時候 站到那個位置 然後我看著他 我就 就有感覺 他就先哭了 沒有 有有其實我那個感覺 但是我很怕如果我一直往那個情緒走 會流太多淚 所以就稍微hold住 我剛剛可以講一下那個喜帖的照片 你是不是 應該是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 覺得這個是 最自然要好看 我們就沒有特別挑那種 西裝啊 白紗 然後面對鏡頭那種 我們挑一個 其實那是在我們的床上拍的 所以那個氛圍我覺得是 很溫馨 然後其實我覺得更有愛 你不早主辦老闆 當天公布 對 當天會 對 應該會當天 你覺得犯規你最忙的 最困難的地方 有沒有辦法 排座位 對 困擾的是 可能大家在 快要截止之前 打來說 可能沒辦法來 或是 我可不可以再加人 我們要再去跟飯店 喬 第一次飯 第一次飯就會發現 哇好多事情要做 第一次飯 我等一下笑了 你是不是 第一次飯 你們都沒有講一下啊 我們打扮 今天家良很特別 通常如果我穿這樣 你們一定都會一直要 你們應該很開心吧 想叫我脫啊 對啊 今天都沒有 從中脫掉 脫掉 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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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